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近期美国政坛的两个重要话题 首先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 北卡罗来纳州重新成为竞争激烈的战场 前总统特朗普也不甘示弱多次访问该州展开激烈的竞选活动 这个州的选情将会如何发展 另一方面 拜登和哈里斯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要嫁协议 这能否在11月的选举中赢得选民的共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个月前 北卡罗来纳州似乎正在从民主党的战场地图中消失 然而 随着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个州再次变得竞争激烈 CNN报道 民主党长期活动家吉娜·辛格顿表示 人们感到非常沮丧 他们觉得我们无法再次获胜 然而 突然间我们的势头上升 人们想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辛格顿的感受 随着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展开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两次前往北卡罗来纳州 投入数百万美元的新广告 试图定义哈里斯 周三 特朗普在阿什维尔对支持者说 我们会打败他 他们可能会再找一个第三候选人 谁知道呢 这种挑衅的语调在北卡罗来纳州 这个反复无常的州份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该州的政治历史充满了戏剧性 自巴拉克 奥巴马在2008年突破性的赢得该州以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直苦于在这里寻求胜利 如今 哈里斯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 和快速增长的郊区地区 特别是围绕着威克县的罗利和梅克伦堡县的夏洛特 推动选民投票 自2012年以来 该州新增的83.6万选民中 超过三分之一来自这两个县 这些地区每天都在增加新居民 拜登四年前 在这两个县以约2比1的优势赢得了选票 格雷森 巴雷特指出 每当人们说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党州不具竞争力 那是不对的 我们是真正的5050州的定义 即使在拜登退出竞选之前 民主党也将北卡罗来纳州示为他们最好的进攻机会 在2020年 特朗普以约7.4万票的优势击败了拜登 总共投票数位540万 这次胜利的幅度仅为1.3个百分点 是特朗普赢得的任何州中最窄的 在双方竞选活动中 广告战的激烈程度也不容小觑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花费了250万美元的广告费 加上拜登竞选活动早期的1350万美元支出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花费了400万美元 包括超过100万美元的两个广告 针对哈里斯的边境政策 在地面组织上 哈里斯已经开设了超过20个办公室 并计划在下周再开设5个 哈里斯将于周五在罗利发表经济政策演讲 这是他今年第8次访问该州 邦科姆县民主党领袖凯西·克莱恩表示 我们有很多新的能量和兴奋 几乎是电力版的 我们的志愿者询问量 几乎在一夜之间增加了4倍 当我们得知卡玛拉·哈里斯将成为候选人时 另一方面 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 CNN报道 在阿什维尔的集会上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早早地填满了市中心的街道 为了要听取他针对哈里斯的猛烈演讲 我会尽我所能 让唐纳德·特朗普当选 伊利斯·内格林说 他7年前从纽约长岛退休到北卡罗来纳州 现在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在阿什维尔市中心 特朗普的崇拜者排成了长队 这是一个深蓝色的飞地 位于该州的深红色地带 特里·加伦说 很难说会发生什么 我只是希望并祈祷美国能够醒来 他担心经济和非法移民 并认为对哈里斯的炒作被夸大了 这样的竞争局势 反映了双方选民的高度情绪化和投入 安吉拉·赖斯说 这是一个战场州 他上次勉强赢了 我们在上次竞选中没有权力以赴 他开车约一小时 来到阿什维尔看特朗普 希望能让更多人出来支持他 赖斯表示 他愿意为特朗普党子谈 这也展示了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和忠诚度 在哈里斯竞选活动如火如荼之际 拜登也再次站上了舞台 与他共同宣布了一项重要的经济胜利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拜登和哈里斯分享了一项削减要价的协议 这一胜利 可能会引起对生活成本 担忧的美国选民的共鸣 这项历史性协议将降低包括糖尿病 心力衰竭和血栓等疾病在内的 十种关键药物的价格 这些药物主要针对老年人 这项要嫁协议是拜登的创意 但他选择与哈里斯分享这一荣誉 让他在11月的选举中增加筹码 哈里斯已经将降低高价格 作为他竞选活动的关键部分 并希望这一药物价格的宣布 能赢得长期以来与通胀做斗争的选民的支持 美国居民面临全球最高的处方要价格 尽管保险费已经高得惊人 许多人仍需自掏腰包支付部分费用 在马里兰的活动中 拜登和哈里斯赞扬了这项要嫁协议 拜登强调了哈里斯的作用 称这一历史性里程碑只有在国会通过后 疫情通胀削减法案后才有可能 这是因为他的副总统在参议院 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哈里斯在他的声明中补充道 拜登总统和我将永远为美国人民的健康 福祉和财务稳定而奋斗 这一消息发布的前一天 哈里斯计划在罗利的一次演讲中 阐述他自己的经济议程 并在下周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担任主角 哈里斯已经为民主党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是在拜登离职后的创伤之后 然而 尽管他在民意调查中抹去了特朗普的领先优势 并吸引了大量人群参加他的集会 但他尚未详细说明他的政策 仅仅是大致采用了拜登的经济议程 包括他消除垃圾费用和降低住房成本的承诺 哈里斯还试图与拜登的政策保持一定距离 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XEOs报道 哈里斯希望在拜登不受欢迎的问题上 与拜登决裂 其中价格上涨是首要问题 通胀一直困扰着拜登的总统任期 尽管就业和增长数据良好 许多选民对他的经济评价仍然不高 相反 根据金融时报和密歇根大学的民调 现在更多人信任哈里斯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特朗普比例为42%对41% 特朗普将试图在活动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抢走他们的风头 ABC News报道 白宫宣布已经达成协议 将降低10种药物的成本 这将为纳税人和医疗保险受益人 节省数十亿美元 这一消息无疑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的重大利好 尤其是那些依赖这些药物 维持健康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这些药物包括治疗糖尿病 高血压 癌症等常见疾病的必需药品 这一举措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 为纳税人和医疗保险受益人 节省数十亿美元 并有助于改善整体公共健康状况 在这场竞选战中 北卡罗来纳州无疑再次成为焦点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激烈交锋 双方都在努力争夺这个关键州份的选民支持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注入了新的能量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则展现了无比的忠诚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局势将愈加白热化 谁能在这个州胜出将对全国选举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的竞选重新点燃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希望 这显示了民主党在这个州的潜力 自从2008年奥巴马在这里胜出以来 虽然民主党未能再成功 但新增的选民数据和对哈里斯的兴奋度表明 这一回合我们有机会再次赢得这个州 事实上 拜登四年前在这里的表现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两个主要的郊区线罗利和夏洛特的选民数增加了不少 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的因素 楚天书 你的乐观态度真是无可比拟 但现实是北卡罗来纳一直是共和党的坚实堡垒 特朗普在这里的基础非常稳固 他的支持者甚至愿意排队几个小时来见他 你提到的新增选民 他们未必会全部投给民主党 更何况 特朗普的竞选机器已经在全州开设了十几个办公室 这显示了他强大的地面组织能力 谢琪琪,你的担忧可以理解 但别忘了,哈里斯已经在北卡罗来纳州开设了超过20个办公室 并且计划继续扩展 这表明了我们对这个州的重视程度 此外,哈里斯和拜登的要价协议 这对于那些面临高要价压力的选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这样的政策将会吸引更多选民支持我们 特别是老年选民 哈里斯的要价协议确实听起来很好 但共和党支持者们认为这不过是选举噱头 特朗普在经济和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更能打动选民 并且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历史优势无法忽视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认为哈里斯的经济政策不切实际 相信他们的爱会减少 甚至认为如果特朗普愿意为他们党子谈 他们也愿意全力支持他 这种忠诚度,哈里斯恐怕很难撼动 谢琪琪,你提到的特朗普的忠实粉丝确实存在 但不要忘记,哈里斯是一位能够激励人心的领袖 他的多次访问以及他的经济政策演讲 已经在北卡罗来纳州引起了广泛关注 再加上民主党一直在努力缩小共和党在选民登记上的优势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的竞选会和以往不同 我们的选民们不仅仅是被经济政策吸引 更是被哈里斯的个人魅力所打动 楚天说,我不得不承认哈里斯的个人魅力和民主党的努力 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但不要忘记,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者们 对他的忠诚度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他们对经济和移民问题的强烈关注 这些都是他们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原因 共和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极具吸引力 这将使我们在选举中保持优势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